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的實話理智 我是Michael,黃敏石 這兩星期市場似乎都預期市況 會是一個比較整固或是一個比較靜觀的階段 無論內地,但也繼續觀望最新的會議行程 稍後開會的方向龍暫時不急於 或在這段時間貿易入市 另一方面,無論是香港本地的企業 或是美國方面,都是陸續業績公佈期 標普普馬指數也有超過百多隻股份 在這星期公佈業績 所以在美股方面可能也是 業績的消息推動的情況下比較反覆 所以10月份應該是跨越到11月前 波濃性反而比以往而言 會比平常而言是低 反覆程度下 但我相信還有很多的版塊 可以輕倡上任之外 值得留意 相對地人及前股方面值得關注 都有幾個版塊和大家分享 如果說防守性的版塊 例如電訊股或相關的設備股 會否有機會 雖然近期中移動、中電訊和聯通公務業績 不算很飆青 但相對地跌到這些位置 暫時都可以在50天線 這些水平守住 所以我覺得安全程度還是比較高 其實我們上一集都說過 這個我不特別再說 另一方面是基建股 基建股仍然相比之下 雖然近期也有波幅 但青海的框框之間上落 無論是1800、186 我想都可以留意著 其實持貨適合位置才去賣 但我覺得下一浪的升幅推動 基建股仍然是值得留意的 因為如果配合財政策推動 各方面來說 應該都會對鐵路相關股 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帶動 另一方面 如果是比較不留意的 就是基建股之餘 例如1038 這些反而是內地基建股以外的項目 例如長期基建 雖然不太大突破 但都可以橫行在市場上 變成有一定的防守性 另外就是新創建 新創建 其實都是慢慢找回低位 在十二十天線徘徊 有一個推動 這也有一個支持 但這些來說 都是延續上一集曾經 但有什麼板塊 我覺得還可以穩中求進 可以值得考慮 有兩個板塊 這次跟大家分享 一就是汽車股 汽車股來說 是近期比想像中 表現比較強一點 我想有幾個因素 最主要是看近期 看回補貼方面的因素 以及出口的消息 這兩個貨範都是一個催化劑 這兩個範疇 看回內地的汽車工業協會 去分析 今年九月 汽車出口同比的 環比出現了增長 汽車出口 九月份的環比增長 差不多是5.4% 同比增長 也有超過21% 今年一至九月的 汽車出口的累計 也有接近431萬 如果是同比增長 也有超過27% 是挺不錯的 新能源的汽車出口 其實也算是 繼續有個上升改善 如果你看回 一至九月來說 出口量也有接近92萬部 同比增長到12.5% 第二 如果你看回內地的汽車 以舊換新的情況 其實也看到 在八月初開始正式實施的補貼 其實差不多是翻倍的 這個翻倍來說 由原來的 購買新能源的成用車補貼 由一萬元 如果說現有成用車補貼 七千元 分別到二萬元 以及萬五元 兩者的提升額度是賠增 難怪對於一些 汽車股來說 其實是顯著推升 首選版面看到 吉利 吉利 也是在過去 踏入下半年 以中我比較上看好 的一隻 汽車股 當然它有傳統的 汽車 也有新能源的品牌 但新能源的品牌 也算是傳統的 車廂做得比較出色 加上這兩個 七樓幾元 和補貼幾元 雖然 上個禮拜 也有消息說 對歐洲設廠的車廂 可能會有些擔心 除了關稅外 有些設限 但對他們的消息影響 似乎不大 對吉利 昨天 也曾經破位 穿了15元之後 最高是15.64 我自己會設定 有持貨的朋友 也不需要強股 強勢股 不需要這麼快 要馬上獲利 就算有股食 我覺得可以設定 指責位 14元 甚至10天線 一路順勢二行 雖然成交 轉弱了 第二隻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隻 2015 Sally 上車也有段時間 比市場旁落 看到車款 銷售不可 但 9月份 新車交付量 有53,000 同比增長 也差不多到48.9% 創了歷史新高 而累計第三季 他們的交付 也超過15萬部 同比增長 也有接近四成 截至9月份為止 他們 今年頭九個月 已經交付了 差不多34萬部 以歷史 累計 也超過97萬部 10月份 市場都覺得 應該可以迎來 第一百萬部 新車的下線 和交付 這是比較正面 現在看到 他們集中在 20萬人民幣 以上的 新能源汽車品牌中 他們的試驗率 都是超過17% 所以 看到他們 中價以上的 新能源汽車 都佔了值位 現在他們的L6 都比較受年輕人歡迎 可以拉式品牌的試驗率 再加上 他們可能會有機會 做一個晶片研發的辦公室 當然他們不是做生產的 在研發方面 希望會否有些東西 推動能夠自己 可以應用到自己的車款 在智慧駕駛場景方面 和驅動馬達控制器方面 的晶片方面 相對地希望有些 附加增值的東西 推動 所以 股值方面 也不算貴 股價累積升幅也好 現價股值 也是17-18倍左右 所以有條件 這位 反而 現在慢上 不是急升而言 是有機會破位 可能先試一二五 然後再上 去到一二八的水平 所以車股來說 這隻我會覺得是近期 除了175之外 無論走勢 基本面來說 都有一定的量件出發 所以可以值得和大家 足夠分量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分量 和大家分享 另外 如果說和汽車相關 我另一隻都喜歡 就是復饒玻璃 大家知道 它是做汽車和浮發玻璃 為主 由汽車玻璃來說 基本上 即是內地也好 或是試驗 都算是最厲害的 海外市場來說 之前比較疲弱 但市場也是看回 經濟有機會復甦 內地方面 汽車的補貼 和補優量的增加 這也是值得 現在可以留下 因為 相對地 股價走勢 都是順勢而行 應該蟹貨比較純小 以為達福空間 都是比較大 另一隻 別說另類 有自己的方位去走 主要是做數字內容保護的軟件 即服務 SaaS 他們主要是 希望用一些 所謂AIGC 能夠配合一些技術 能夠應用一些場景 以及 希望可以運用所有版權內容 在不同的平台身上 我忘記上集這隻 但如果有的話 都值得再分享 因為股價走勢仍然是比較強 本來想著 股價差不多2-3元 可能需要食糊 當然早食了 早食了的 我又覺得 又不是一件壞事 但仍然還未 有時 都擔心 要找一個比較理想的時機出貨 但我覺得 這隻不需要過份心急 你見過股價 今天可以每天 3-3元 都會繼續延伸 如果沒有跌穿 都可以 讓利潤走 這也是值得去考慮 至於剛才提到的 3-5-8後 也提到6-5-9 這隻新創建 都有其特色的地方 特色的地方 就是 在大健康方面發展 主要的大健康 我自己覺得 大方向是這樣 因為 除了醫院方面 他們都會做一些 相關的 維持的項目 以及 另一方面 相關的 醫療保險 醫療和保險 金融相關 一定是說到保險 保險來說 都是他們 未來都希望 重頭 配合去發展 我想增長 當然有些很穩陣 公路方面 物流方面 這些有寄多元化 有穩定的收益 這也是 值得去更進的 這也是值得去留意 至於 另一方面 今天來說 這些消息是關於 物流股 因為 現在的物流股 大家看到 有少許 close over 先看到的消息 是說 京東物流 在這一季開始 都能夠 入場 對接回 全面接入淘寶 和天貓的平台 而最新的消息 也是看到 其中的消息 大家知道 當然是騰訊 以下 旗下 近日有機會 再接入京東第三方的平台 我想 這個 所以 擔心的地方 擔心 可能會造成 現有的 物流 自己 造成的競爭 但如果 拉闊一點 他們可以 以往 有一個滬城河 去做 現在 可以對接 做更多的項目 因為 在物流 雖然 不是一個 高無理的項目 但他們 有自己的路線 自己的脈絡 有自己的 可能針對 細水長流 是從一個穩定性 去出發 反而 這次 大家可以 互相 做其他不同平台的項目 我覺得 量是有條件 增加 這是有利 因為他們從來都不是 以一個 profit margin 這東西出發 只要 量一多 去配合 他們能夠提升 動力空間 比較大 增加 9618 不是2618 如果 說 兩隻錢中 2618 經東物流 我應該在這裏 和幾隻物流股 和大家 曾經推介過 都還很強 應該推介了之後 現在來說 仍然是創新高 反而 中通快遞 大家都在做速遞 但他在做速遞之中 和物流似乎 大家都很像 偽廉和很接近的方位 但走向 都各樣不同 當然 我覺得 會不會 除了看 他們現在 有條件競爭 或服務的對象 拉幅之外 順豐 物流 似乎 都很大機會 想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今年年底上市 大家都覺得 對物流股來說 尼德仲 有機會 如果反應 各方面 提升估值 或使用Sport Lite 都值得留意 所以 京東物流 京東三傑 六至一八 我們看得太好 京東健康 雖然是大健康 但相對地 比較早些 網上 雖然 送藥 或醫療 比較多 我覺得是一般一般 但如果撇除了 大家都是 透過物流方面的推動 我就覺得 正面程度 比較爽 所以股價來說 也是 京東最強 九六至一八又如何 今天 消息的消息 也是從他出發 我想也要去分析 當然 大家是關心 雙十一 現在是推動 京東現在 公佈這個消息 可不可以感受添花 也是推動 但今天 暫時 看見有頭威 但之後 去到 接近中午時段 他們的股價 升幅 收窄 現在 大家的版面 看到 是162.5 但 我覺得 這個消息 其實 對京東九六一八來說 中性偏好 不是很爆炸性的消息 始終是說 現在 只不過多一個人 就是多一個渠道 是幫助他們運貨 而不是代表他們的競爭力強 所以 相信 十一來說 其實大家 在這幾年 競爭得很麻煩 不過 前幾年可能比較差 因為經濟的氣氛 比較轉弱 但你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疫情各方面的推動 都多人 其實 無論是否在 雙食之下 去買 但今年來說 反過來 真的很考試市場的 他們的功夫 推動的馬鈴鐺功夫 因為 現在市場 更加關心 內地的消費力 或購買力的推動 當然 在電商方面的推動 似乎已經成為一個趨勢 但這兩年始終的氣氛比較弱 如果那邊想要擔心 就是今年的 GNV 金額 會不會相對地有變數 但如果 撇除了這件事 大方是這樣 即是 他們都是幾個 major player 來說 都有機會受惠 這個消息 如果再拆解一下 我覺得 對2618 有利的地方 比2618 是比較大的 這個 不妨可以留意 物流股 我覺得 都算是 做得 算是不錯的 所以 這個星期 可以看看 汽車 物流 和基建股 這三個板塊去出發 至於 內險 上一兩個星期 或者金融官 都算是爆升 我覺得 都可能需要 透透氣 如果 股價走勢強 以往 就是2628 23 近期 也不太多 這些位置 但要突破空間 就未必太大 所以說 金融官這陣子 就很好看國產 國產 一日未有親戚 他們的敏感度 暫時短期轉弱 所以 不妨 取代持貨上 是需要有的 但不需要 刻意 增持著 因為整個氣氛 在約動的情況下 之前 我都覺得 簡單說 剛才提及了 輕鬆上正 會比較穩定 更多 所以 最重要是選 正確的股份 正確的 去做 正確的 正確 正確的時間 今集 和大家說到這裡 下一集 再和大家分享 一些有故事 和基本面 加上 其實走勢 做得好的 和股份 大家有甚麼意見 可以在留言區留下 下集再見 拜拜 再見 對 按摩 指定 我 有 啥